是 和杨宇婷谈过了 她还是那师爷派头啊 以前我就不清楚 我爸为什么 对他杨宇婷言听计算 今天我算明白了 这杨宇婷啊 高明 有见解 这以前你一直对他成见挺深的 怎么今天还有啥好感了 以前他是代表父亲领导我 现如今我坐到了我父亲的位置上 现在看来他杨雨婷还管点用 你不佩服不行啊 他对你和南京谈判怎么说 此人携天子以令诸侯惯了 还是那口气 啥口气 啥事你都别管 叫由他办 啥叫由着他办啊 他不就喜欢以无名之身指挥全局吗 这么大的事由着他办 那以后东北总司令别姓张 姓杨德了 狭隘了吧 这日子长着呢 日久见人心 他想干就让他干 咱们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 咱们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 那我们可以打击他的积极性 我们证明 真是要是一带他 我们不够的积极性 那我们不够的积极性 我们不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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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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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是雪良就任三省总司令以来 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世界 欢迎您 总领事先生 感谢将军 非常遗憾 我不能以总司令的称呼 称呼您 有什么讲究吗 请坐 请坐 日本内阁议定 如果将军不承认您父亲之前的约定 日本政府也不愿承认您的地位 那如果 总领事先生 不承认日本海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骑着自行车 从凤天去东京呢 我早听说将军是受过西方教育的 西方的契约精神 将军想必一定是贬成了的 本领事请求将军能够兑现您父亲生前于我的满盟新五条协定 学梁本人呐 非常注重契约精神 可是黄孤屯的炸弹 把家父专车上的文件全部炸毁了 我没有办法遵守没有根据的契约 居士先生 若干年前你答应送我一本中文版的根据摩托弹 现在有了吗 很遗憾少帅 到目前为止 少说原事无有 还未准出够中文版 那实在是太遗憾了 啊 将军阁下 我听说您的代表 正在北京 与江接触谈判 本领事想确认此事 有这事 我怎么不知道 总领事先生是怎么知道的 你们有你们的秘密 日本也有自己的秘密 我不得不严重地转告你 日本政府坚决反对您的政权 与南方妥协而抑制 你们现在与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 非常危险 必将导致东北陷入一片混乱 还请将军散思 服人 我来给您示范一次吧 嗯 夫人 您再来一次 好的 夫人 客人来了 您是不是 不 总司令要五燕张学良的谈判代表 那么严肃的场合 一会儿我就不参加了 一会儿你给我准备一份三明治就行了 好的 淑海 这是哪知美灵 幸会夫人 大脸啊 王淑海先生 代表在月亮上他同意死你 是吗 谈得好吗你们 很好 非常好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东北本月就将宣布一致完成统一 真是一个喜讯 Darling 那就说不久我们就可以去白山黑水看看了 好吧 好 淑海 我们这里没有问题 关注开你们了 我要叫我上次了 我想不会的 请转告少帅 美灵 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 来 如今北京香山别墅那边 老蒋在急切地等待我 坚约一致 是 岂不了日本人邪路杀出 放出狠话 就这么个事 韩清啊 此事太急了 事先哪 我也预测过日本人应该有的态度 所以想继承事实 熏雷不及掩耳吗 你也太低估日本情治机构的能力了 这么大的事 你能瞒天过海啊 是有些异味的图快了 双方开出的价码我都看过 老蒋的价码确实低了一些 很多重要的条件 它根本就没有设计 比方说东北的税款必须自征自用 除此之外 中央每年还要给予东北财政津贴 跟老蒋必须坚持 东北所有的一切事物 必须防 南京的压力自然就转嫁到日本人头上 东京会根据这个情况相应地公布日方的价 然后咱们再把日方的压力 原原本本地转嫁给老蒋 不得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 咱们东北方面 只需要审时多时 把自己摆在一个最安全的位置 静观其变 进退有据 去总领馆之前 我要先给蒋公去一店 也算是内外有别 非我学良不愿 唯我对外却有为难 是 成爷 韩京 我只谈原则 如何办 您有权选择 総隆寺 首相訓練 电报受信后 小学良少子をすぐに尋ね 以下の三箇条を伝えよ 一つ 南京政府は共産职を含み 地位もまだ不安定なため 東三省は関連を取るべからず 二つ もし南京政府が東三省に 武力行使をするなら 日本は犠牲を押しまず 助け合いをする 三つ 東三省財政が困難の際は 日本銀行は十分な支援をする 国内のための品質がどうなるか とても多く即て 彼山は大神は 日本の意見があった人 にそれを求めることを 日本で日本の意見を 日本の意見を 負けたことを またその場大会に 南京政府 それは日本の干涉? 日本の干涉のことは 可否报告给南京政府 怎么 总领氏先生 也觉得贵国的首相的训令 过于荒谬 这是立本政府的意见 还望少帅 能够与充分考虑 请 自从大帅死了以后 咱老个几个 还是头一次参加这个 最高会议的 这一帅又一帅的风格 老的喜欢大家凑得一块一整 小的呢不喜欢弃嘴巴舌 不喜欢弃嘴巴 咋猫家里头不出来呢 出来走走嘛 往哪儿走啊 咱就别给人心人添麻烦了是吧 吴省联军 现在就剩我一光杆了 我还走什么走过 吃人家的 喝人家的 我能有个房子住 我就觉得不错了 比张宗昌不还强点的吗 是啊 对了 张宗昌托人带话给我 让我帮忙跟邵帅说说 让他到关外来给碗饭吃 你快拉着我吧 这老帅不在了 你把张宗昌弄过来 那邵帅能拐得住他 那 那他那五万残余 成天地在我那热河家门口游荡 那也不是个事啊 要不 让邵宗昌开开恩 给个撒瓜俩早点养着 别整事就行了呗 不过张宗昌打游击 还真是把好手 将来要是跟日本人干成仗 还真用得上 人穷至短马寿茂长 就张宗昌那得先能养家了 亲戚朋友一带他一大堆 那得多少钱够他开销啊 那邵东家也不能干哪 什么事不能干 赵帅到 大家伙在议论张宗昌呢 咱奉军也算是给北洋收摊的 那些个西网北洋的投面人物 咱还是有赡养义务 对于张宗昌呢 老帅是有疑言的 绝不能放他出关 祸害东北 今天 雪梁紧急召唤各位复职前辈来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商量 也许大家都听说了 这件事呢 就是 东北改议青天白日旗帜 发扬先总理建国风略 一律服从三民主义 就是 这沉 favor 还有 对 这个仙人 把生存掉 好想知道 那如果不是 我对你 让你打算 事情那么简单 都是 这不好 这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就是 这个是藏伤的记忆 看那个话都不清楚了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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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靖 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冷静 仓促决定 难以负重 那你说这不是这表态啊 这可是大脑的当魔不如 是 鉴于日本方面立场坚硬 军政内部首脑 意见不一 决议结果如下 与南京和平统一洽商工作继续进行 原定 二十二号抑制时间 暂缓执行 散会 赵副官 是不是得改叫赵主任了 屁 我赵喜事什么人哪 哪头抗冷哪头抗热我分不清楚 你没做主任 你没做主任开双钱 你也不想想我和六子什么关系 两岁我就抱手上了 老帅刚走六子多难得人心不服的 我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自家挣钱去 可是我听少帅亲口说的 这还要假 少帅是让我先答应他 他怕杨雨婷起疑心 老帅的丧事没办完 三拖两拖就不了了之了 这事别乱讲 你知道就行了 行 我就是不舒服和日本人打交道 此番来史身份格外不同 他是遇人天皇做皇太子时的老师 也是咱爸的老朋友 人情世故吧 见个面笑一笑 一会儿我们谈话的时候 你去忙你的 来了 你好 你与我山上中的张夫人 几乎一模一样 幸会美丽的夫人 林老先生 您做筑花宫使的时候 就应该来过府上吧 没错 请 那是少帅 似乎还在日渡昭青年会 对 一晃都多少年了 好 很久容易 借车 我在北京 做公事时 都很少见到 嗯 这是蒋公派他的谈判代表烧来的 阁下可以细品 《贵国乔仙》如有游戏 不限黄金雷 不限白雨杯 不限赵陆星 不限牧丹台 我林前居很喜欢《贵国》那些 敢于描写黄泉的游戏集系 但是阁下不能只念上句不念下句 不限黄金雷 不限白雨杯 不限昭入醒 不限木灯台 千现万现西江水 曾向静陵城下来 陆宇的诗 虽说不限权贵 但是他热爱自己的国家 土地 我们不当家了 谈谈笑好吗 笑 林尊刚刚过去 作我儿子的这样 充满地改选建战 中国古代先学约 三年不该为父继织 可谈笑一眼 将军技术 什么是笑我当然知道 我跟我父亲的关系非常特别 我们彼此默契 至于这个笑字 我父亲 我父亲已经托梦告诉我了 我父亲已经托梦告诉我了 托梦给你 有这样的事 嗯 东北的土地很诡异 死人会说话 他怎么说 他跟我说 他知道谁杀了他 你也想知道吗 您想知道吗 您想知道吗 我们不当灵异了 修点更解决的吧 首相的亲笔性 你看了吗 学良拜读过 我想听其话 首相反对东北议计 要求细心自制的立场 将军刘虎侯英 实话很伤人哪 没关系 您就说 看完信号 我曾对我部下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说 我张学良宁肯死在清白旗下 什么意思 我们东北换不换青天白日旗 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如果让我听从一个外国首领的 训练 那我岂不就成了一个傀儡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死不算了 旗を掲げるのは許さぬ 従わぬようなら 日本軍が武力を持ってしてでも 倒産性を参めるのか 如果你坚持不放弃刮旗 那么日军 展会 都由你 改变整个东北三省的格局 由此带来的一切火果 由您承担 阁下 那 您助手对我的恫吓 是否代表了您本人的意思 我去带 失望 失望 将军 到一切火果 几乎 所有的煎化 都不那么悦啊 但我临前就此行 就是传达煎化来的 林曾和我是好朋友 在私益上说 我把将军 当做主机 有危险 我不敢不報告 薛良非常感谢 但是阁下要与我 论辈分的话 您知不知道 我和贵国天皇 是童年出生 给客人继续奉茶 是 导臣者 请 对 最严的 吉吉丹释的 来估计 我思 秋军 鹿兜 咳 是否正常人的和我方 自身で自分を抑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どうしてあのよう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か 法系軍閥内部は 新旧二つの派閥に分かれ その審査の中でも 軍曹派と陸軍大学派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核奨励の事件後 陸大派は敗れ 長学了に就いて 軍曹派の両腕を柱とする組織に 相当な恨みを抱いておりました 長作理の死後 陸大派は再起し 逆に軍曹派の両腕は 動きを取ることが難しくなり しかし権力を握った長学了は 初期に益視を実行しようとしたため 我が国からの攻撃を受け 権威を喪失 あちこちから 法廷の軍権は 長学了が握っておりますが 重要機関の要因は ほぼ全員 妖艇のところに集まるようになり 長学了は 自分の権威が失われつつあることに すでに気づいておりましたが 同時に 好きではない妖艇に こう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このような緊急で複雑な局面に 立ち向かう方法がないからです 彼は苛立ち 興奮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もし益視が実行されなければ 彼の継承の合法性を自身で 否定することになるからです さすがは菊池さんだ 法廷の政治をよく熟知しておられる 審議の域に達した状態で 法廷の政治を隅から隅まで理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その上で ようやく 次の一手を 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 我々長との談判が うまく進まないのは 必ず このようが 関わっているはずだ そのせいで 我々の外交は いまだに 泥沼な状態であります 要は 我が帝国で教育を受けた 中国のせい 私が理解できないのはそこなんです 中国人が イギリスに留学すれば 新英となり アメリカに留学すれば 新米となる しかし 日本に留学した中国人は なぜみんな 反日になってしまうのでしょうか おやすみなさ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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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晓劳 你晓劳 以前 每天一到这个时候 我爸就回到吴妈妈的房间 独自喝点小酒 那是他一天 最轻松的时候 要不 我也给你弄点小酒 我现在才理解 他到底有多难 这个担子实在是太重了 以前只知道他忙 但不知道有这么忙 以前只知道他事儿多 但也没想到有这么多 一天要下这么多的判断 做这么多的决定 他自己是怎么扛过来的 所以每天独自喝点小酒 应该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我现在真的很想他 我特别想他老人家 我特别想他老人家 都没一致 这事儿 太大 是太大了 冒陈之前跟我讲过 想做一个木医生 想做一个木医生 没必要一上来就盖一个大房子 你可以造一个小板凳 可是黄孤吞这么一炸 你还能只造一个小板凳吗 他们杀了你的父亲 要让你的东北分离出去 你能不接招 我张汉青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我得医治 我不能让日本人吃掉我 要想改变东北未来的命运 要想改变东北未来的命运 你必须让东北和自己的国家 统一在一起 所以我说 韩晴 你现在的压力太大了 你得学会放松自己 怎么放松 除了一会儿你给我多加点剂量 不 总靠马飞不行 可是不靠他 我是真睡不着 真睡不着 每天都是烦透了的心情 你说 我怎么去面对一堆堆的公门 一个个的会议 一张张的人脸 那都是你的父之前辈 一堆大帮主小帮主的 我真的是烦透了 都以为你有显赫的权利 令人炫目的威风 可谁知道 东北三省的命运掌握在你手里 让这种不堪重负的责任 丫头只想站起来 竭尽权力的喊一声才痛快 不是我说你 韩晴 不是我说你 你知道你现在缺少什么吗 不是马飞 你缺少爱 你现在的生活中 没有爱 爱 就是像你父亲那样 有一个每晚都能 喝喝小酒的地方 这不是做梦吗 这不是做梦吗 你说我能去哪儿 给他打个电话 把他请到这儿来 我看你 如果思念是一只白色的海鸥 我愿意棋续在北戴河的沙滩 如果思念是一朵小小浪花 我愿意轻舔着艾吕的桥板 我愿意轻舔着艾吕的桥板 五彩的蜻蜓 折服在剩下的香山 思念 像一条上山的路 曲曲弯弯 不过来打一盘吗 四妹 人家没兴趣 那去年怎么有兴趣啊 去年 去年父亲可是请了张汉青 来祥山饭店做客 有那么一个教练陪着 他都没兴趣 他这年头可真邪门啊 小美女总爱大将军 这蒋先生比蒋夫人可大一轮呢 张汉青比咱四妹大多少 他是水男的 你们俩能不能别那么无聊 这都听见了 听见了 那我个人们的 这一家小事 这一家小事 你也不要置 fantast 内边划算了 穆墓 那我这就是 来 你打 好 还行啊 那当然 你好 三位小姐 你们的父亲让我通知你们 十二点准时开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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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 我觉得她情绪挺低落的 我想去看看她 不然我也不放心 你可想好了 四妹 她可不是一般的男人 又有嫁有口的 你这么稀里糊涂去了 再回来 可就嫁不出去了 那就不嫁呗 看你这话说的 你也得替咱爸妈考虑考虑 这万一万没传出一点风言风语来 咱爸那么爱面子 你再辱莫了门风 咱爸妈的脸往哪搁啊 她张汉青是谁啊 那么大名鼎鼎的一个男人 光外面唾磨心子就能把你给淹死 这有什么可说的 我去凤天看朋友都不行吗 什么门风面子的 这有关系吗 她太伤心了 我现在也没什么能做的 安慰安慰她还是能够做到的 你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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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羔羊非要往虎口里奔 你还觉着你自己特神圣 你救的可是一只老虎 四妹 我提前把招呼给你打了 你在外面万一有点什么动静 我跟你二姐 我们俩无所谓 这老脸 皮厚 让爱说啥说啥去 对吧 我们是担心你 你别受伤 这老虎啊 没有不吃羔羊的 羊不就是为了被老虎吃的吗 你 你是汉青的朋友 算是吧 什么样的朋友啊 狗肉朋友 可是你很儒雅啊 装的 你会伪装啊 汉青也一样 怎么个装法 小时候一块头鸡摸狗 那现在呢 装大尾巴狼呗 不能吧 你不是在与蒋公谈判吗 蒋就是大尾巴狼 那蒋夫人是什么呀 一朵花 她漂亮吗 一朵插牛粪上的花 你真够损的呀 本来就是 那我呢 我是什么呀 你不是花 你也就是个药引子 什么是药引子 红枣你知道吗 我知道 每副中药里都配两枚红枣 你就是这个 可是我不明白 限制汉青你就明白了